OK 各位觀眾 今天呢 我們來試玩這個 The Sims 4 快樂 洗衣日的組合 那非常感謝 EA 公司提供了 我們這個遊戲的序號 讓我們可以搶先的試玩 那這次主要的更新呢 有 清理衣物 還有打造鄉村風的住家 換上鄉村風的打扮 那其實這裡面呢 都有一些 新的這個服裝跟髮飾喔 內衣內褲 鞋子 都有 這就看你要不要去換這些服裝 那好吧 那我們就來看看 到底這個快樂 洗衣日的組合 會有什麼不一樣的改變吧 完全沒有的東西呢 我們先隨便買一個客廳之類的 4200多塊 我們先直接買 4 5 我先買出來這樣子 這邊蓋喔 等一下再喬一下 等一下再喬一下 這裡再拉大一點點好了 好 這裡再拉大一點點 好 那我們來找一下洗衣機的部分喔 那洗衣機呢 就是重點啦 有分兩種 一種是綠色環保洗衣機 狗巴摳 然後第二個是都市牌 可以洗脫烘 這種一邊可以洗 然後下面又可以紅的 這種滾筒式的感覺會比較好 好吧 那我們先 主要是把客廳這邊喔 再弄大一點點 讓它放在這邊洗好了 燈呢 我們再多加一個 等一下應該會有一些新的鄰居過來喔 這邊再一張 OK 然後它也是有升級 也可以讓你變得靜音 快速循環 還有烏金滾筒 那這個要增加你的靈巧技能 所以漸漸的 你可能要開始要去修電視啊 修什麼 會這樣會比較好一點 以前都是養狗 現在我們來養貓看看 好不好 燕尾福貓 給你們選 好不好 帝王貓 俄羅斯藍貓 你不覺得這隻超可愛嗎 我也蠻喜歡貝拉的 肥貓貓喔 這個目前是先試完啦 讓大家知道有洗衣機這個部分 禮拜六我會買洗衣機在我們家 好啦 那就刪囉 那開學 好不好 開學 GO 雖然我喜歡肥的那隻 但是順從名義 好不好 小貓咪 小貓咪 小貓咪好像在外面喔 在這裡 哇哦 哈囉 其實養貓也蠻可愛的 欸 也有另外一隻野貓來耶 順便認識一下好了啦 哎呦 好多貓喔 這隻也蠻可愛的啊 這好像蠻常在電影看到的 好啦 還是要主要是 啊 是在這裡啦 人家的貓是在這裡啦 所以外面 這外面也太多貓了 啊 因為我們住在這個附近 好來啦 領養員 領養員 CUTE CUTE 叫凱雪 我們不改啦 他應該是女生啦 凱雪 嗚 喵喵喵喵喵 剛才那隻太像了啊 所以我才會誤會啊 好不好 他想吃東西的耶 那 欸 對了 那我們順便來這邊放一下 貓咪的這個白色好了 我們不要放在那個洗衣機旁邊 好 感覺有點太吵 放在這邊好了 我們也買一個給他 好不好 這樣子 先暫時這樣 不然沒有錢喔 貓殺也要對不對 來啦 小貓咪 come here 哇 他吃好多喔 馬上吃多了耶喔 還不錯 我們繼續跟旁邊的這個 再繼續講話 好不好 繼續攻克他 好 那 我們現在沒有什麼錢嘛 對不對 自己來說 我還是覺得那賣畫畫 最好賺錢 然後等一下我們用 用這個畫家來畫洗衣機看看 看畫起來的感覺如何 好不好 其實感覺貓好像還 欸 貓感覺好像不太需要洗澡耶 好不好可以賣了 60塊 我們既然把它搞得髒一點喔 不要讓它去 繼續畫 這樣子我們就有機會來洗衣服啦 欸 沒有廁所嗎 欸 真的耶 我沒有用廁所喔 那我把這一間隔起來當廁所 廁所他才會 想要這樣子 欸 各位有衣服了 有衣服了有衣服了 好不好有衣服了 來看洗衣服的部分 OK 所以上面是烘的 下面是洗的 把衣服放 洗衣服 喔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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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滾筒式的滾筒式的 好 讓它完成 然後洗衣機剛好也正在洗啊 還有泡泡啦 還可以觀看衣物翻轉耶 那我們來看一下好了 欸 還蠻 喔 還會噔噔噔 然後可以把衣服放到烘乾肌 我們要烘衣服了 烘衣服了 呼 喔呦 然後這個應該也要點喔 它也是可以升級的 都是靜音的模式 欸 所以如果你看喔 這個如果沒有靜音的話 以後小孩應該會覺得吵 或怎樣 就跟那種隔壁鄰居一樣 OK 讓它轟轟轟 快看 我們等一下來畫一下這個 看看會不會賺比較多錢 好不好 賣掉 好 那現在我們就再測試一下後面的部分喔 把這個賣掉 我們換一個顏色好了 喔 有紅色的 藍色的 黃色的 黃色蠻酷的 好 這樣一模畫 看看這個畫起來會不會比較 直淺一點 黃色排洗衣機 蠻漂亮的喔 134 還OK 我們去一下健身房 各位 那我們就把自己身體弄臭一點 差不多囉 可以回家了 Let's go 他剛是要進床上休息的時候 他就把那個衣服給脫下來了 脫了 各位 果然是這樣子 好 好 來吧 那我們來洗衣服看看 還可以檢查口袋 他還有分清潔度跟乾燥度 先讓他去尿尿 等一下我們來試試看 沒有烘乾肌的話 這個該怎麼辦 放進洗衣機 欸有有有有 有賽伊森的呢 還有洗衣盆耶 所以如果你沒有 洗衣機的話 你要用盆子 哇 酷喔 那我看看賽伊森在哪裡 有耶 有賽伊森耶 嗚 哇 酷 我記得之後有想要來 模擬市民裡面蓋房子耶 覺得好像還不錯 來來來來來 洗衣服洗衣服 還有洗衣欄耶 還有洗衣欄喔 欸我再看一下 還有洗衣欄的部分 可以180喔 有什麼差別嗎 比較好看一點 應該是把它放在那個 浴室旁邊 可能會比較合理一點點 我之後他有洗澡的話 也許就會 把舊的衣服給脫下來 隨便買一間給他 看他等一下洗澡 會不會也把衣服給脫掉 可愛的 好了好了 已經可以了 然後把它放在 賽伊森上面 欸不錯耶 這個 這個如果真的 你家裡的人啊 有七八個人的話 真的 洗衣服就忙死你 如何曬衣服 欸 一件一件慢慢亮 喔唷 太厲害了 為什麼是有這麼多件衣服 哇 好狂喔 可是現在沒有太陽 欸 欸真的會 啊 所以洗澡真的會把 把衣服丟進去而已 檢查口袋 檢查口袋 洗衣服 但是這邊沒有了耶 這個衣服已經洗乾淨了 上一批乾燥再曬 有可能喔 哎呦 中式在外面了 不要開玩笑了 洗衣服了 欸真的不行耶 可是裡面看起來是有衣服的呢 還是他要到一定的量才能洗 也是有可能 啊去睡一下吧 我們看看這樣睡 洗完澡還要不要再 再丟衣服喔 沒有 所以乾淨的時候不會 對不對 所以如果 可能之後也要在這個 床邊喔 再放一個桶子 廁所也放一個桶子 大概這兩個地方放 應該就可以 白天了呢 喔 白天可以了 將衣物拿出來並收好 所以你要看一下他的清潔度跟乾燥度 所以如果太適就不能收這樣 升級真的蠻想知道會怎麼樣 好吧來 欸剛剛又丟了衣服耶 好收 一件一 哇一次收一排 高科技高科技 而且還有女生的呢 噹噹噹噹噹噹噹 整理好 品控秀師 目前看到的物件就是有這個洗衣機 還有 轟衣機的部分 然後還有洗衣籃 還有這個賽衣繩 那還蠻期待之後禮拜六呢 我們可以就是把這些東西都融入我們 小捐那個家庭裡面 好不好 那我們今天呢 洗衣服的這個包裝呢 就大概玩到這邊 好不好 如果喜歡這個新影片 記得幫我按讚 按個訂閱 隨時按下鈴鐺 最終我的開張大 也感謝EA贊助這個Code 好不好 大家 掰掰 是不是很會 隨便 打貼 有 也 沒